我们接下来看如果设计那个表单 然后主要的目的就是把Excel当成是资料库来用 也就是说真的可以直接把你填的资料 自动填到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Excel里面 那填到Excel里面的话呢 当然还会有牵涉到自动化部分 自动化就是说我只要填这四个资料 一个人的姓名 加上 三个成绩 后面这几个可以自动产生 应该到这三个就这三个就可以了 这一个呢 可以怎么样 可以几个方法要不就是把这些成绩 相加什么 除以三不就是平均了 要不然的话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公式 加这个7变8丢到这边来就好了 看一下就是几个部分 怎么样做表单 当然步骤我大概说明一下 第一个 如果我要做表 一样到Visual Basic 就切过来 然后2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这个 本来是插入模组 之前 撰写成是插入模组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按 一样再次按右键 任何个地方 右键按下去之后 这边有个插入 在模组的上方 有一个叫 制定表单 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 主要就是我将来可以在上面 设计我要的这个显示的画面 所以制定表单按下他之后的话 再来他会跳出一个什么 叫做User Phone E 所以我们 待会的动作 第一步做就是 我如何 利用这个工具箱 这个工具箱 不能关掉 没关系 上面有个工具箱 OK 你可以这样可以打开 因为有些同学对这环境不熟悉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工具箱 这上面有几个东西 有没有 Label就是标签 标签就做前面的东西 AA就是TestBuds 就是实际上的输入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Command Button 就是按按钮 然后我要把这个画面做成 就是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云端白板这边叫设计表单 的这一个云端画面 里面的话我是有把这个画面截图 实际上就是 我将来就做出来就长这样子 然后并且可以让它显示 所以首先的话我该怎么做 理论上 一先插入表单按右键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二的话就在上面做点东西 习惯上我是由 外而内 先把外面这层机系统做完 然后再由左到右 那这几个是Label 这几个是TestBuds 这个是Command Button 就是我刚刚 给各位看的这个 这个标签Label 就是前面的东西 那这一个的话是TestBuds 一个Command 至于其他 暂时先没有用到 OK 那我们怎么做 一由外而内 上面叫什么 User Phone 这不对啊 我们应该叫什么 叫 层机系统 所以 我们理论上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们在 VPA 底下这边也叫属性 属性的部分 如果你现在产生一个 表单之后 你可以在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 指的就是 上面的相关 设定 比如说我今天要设定 我要变更什么 这边 名称的话 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 这个属性名称叫 Caption Caption 里面的话 特别最好 这个Caption 指的就是 上面 有点像Title OK 然后呢 Caption 如果我要变更它里面 的文字的话 很简单 你就把它Delete掉 直接改成什么 改成叫做成绩系统 如果你打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 左上角 它就变更了 属性系统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就针对这个 这个 Use a form 这个表单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要针对 它的背后颜色 像灰色 灰色 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 其他颜色 比如说改成 浅绿色 那怎么改成 浅绿色 其实 属性的名称 都是有 它的 关联性 比如说 这个背景颜色 只是说英文的 背景颜色 应该是哪一个 对没有 有没有看到一个 Black Color 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就是了 Black Color 背景颜色 那背景颜色 你就点这个 下拉 清单 点一下 调色盘 再把它改成 浅绿色的 就好了 改完了 所以基本上 表单 大概我们先 做两个设定 一个是Caption 那一个是Back Color 至于说其他的 不是没有用 你可以自己 了解一下 其实每一个属性 都有它的 使用方式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 稍微了解一下 好 那第一个 我们外面就做完 就设定一个 Caption 跟Back Color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这上面加 由左到右 加总共有 一个Label Label的话呢 把它点下去 先拉一个叫姓名好了 如果框框这个不够大 可以把它拉大一点 这个大小 你自己可以调整 这个里面放什么 一样在Caption 所以这里面Caption 这个应该叫姓名好了 将来你们自己再 补一个 那个栏位名称 叫姓名 这个姓名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要把它变更的话 一样Caption 这边把它输入姓名两个字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字好像太小 颜色黑色不好看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缝字 的 大小 从这边 不过有点 比较不好点 这边有个小 三点 很小的按钮 按下它 它会跳出来 那你可以把字放到16 大概这么大 OK 就把这个稍微调一下 然后 底色 如果你先要底色换一下的话 它底色是绿色 淺绿 如果不要淺绿 我要淺黄 淺黄色 再来的话呢 是如果说希望让它置中的话 其实这也蛮常同意 其实往下找 会有个对齐方式 有没有 Test a link 这个就对齐方式 预设在左边 你可以把它center 有没有 置中 OK 不过 当然 看各位 如果我刚刚把它改成置中好了 看起来效果比较OK 那至于说前面的颜色 黑色 字的颜色 如果变更的话 叫for color 前景颜色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红色 OK 好 这样的话 我们 前面的label 就做完了 那另外的话 还有 其他还有 要输入 这个 这个 这个吗 总共会有四个 那其实 如果你还要重做一遍 我的习惯 把它复制 贴过来 只要改里面capture 就可以了 所以 复制 你可以按右键复制 不过我的习惯是 拖拉 加上ctrl 键 拖拉加ctrl 键 就是复制贴上 这样比较快 拖拉加ctrl 键 有没有 四个都OK 但如果你有时候拖拉没有那么准确 可能东倒西歪的话 也没关系 你可以从上选下来 找到什么呢 找到上面一个格式 它有个什么 对齐 对齐如果先选的这个就主控向 有点像排头为准 向什么 向左看齐 向左的话 主控向的左元 有没有发现 向左对齐 那另外第2个呢 它的间距不一样 没关系 它里面什么 哪一个 垂直 有没有 对垂直 设为相等就可以了 有没有 就排OK 另外这个名称 你就把它改什么 改那个caption caption的话 在 这边有没有 这个姓名 你就把它用这个名称来带 这个把它改过去 所以 四个名称 就用同样的方法 把那个caption改一下 这样的话 就很快 可以把它改过了 Enter一下 有没有 其他都一样 再来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 Test Box 把它再拉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Test Box 宽度的话 自己决定 好像太大了 再小一点点 它好像 顶 小好像没办法小 就这么小 大一点好了 OK 好 那一样 先拉过来 大小先调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把字 因为它预设字 9号太小了 所以我建议你把里面的字 先把它放大到 一样16好了 因为9号太小 16 然后呢 一样把它向下 拖拉 加Ctrl鍵 因为我要四个嘛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如果我故意间距是不一样 如果间距 不一样的话 没关系 你就是在 从上往下选 把它格式怎么样 垂直兼具 设为相等 这样就OK了 这样 那最后的话呢 在最 右边加上一个 命令按钮 按下去 那我这个按钮的名称 我把它取名叫新增好了 一样的方法 所以这边把它点一下 然后拖拉 OK 它预设是comment button 所以我把 Caption 一样改成什么 新增 所以这边的话 Caption 改新增 OK 字太小了吧 一样 缝着旁边有个按钮 16号字 颜色如果它变成红色的话 就Fall color Fall color就前景颜色 把它改成红色字 那至于底色 要不要改 你看自己觉得 底色看 要不要改一个 改个黄 好这样 好 最后的话呢 这个 这个表 单可以左右 又再稍微移一下 让它 比较符合这个 另外你也可以全部选 全部移动 比如说你可以 再把它往上一点 这边再瞧一下 它看起来比较整齐 反正这个 好了 最后的话呢 如果想知道到底 OK的话 其实你可以按上面执行 跳出来 就是这样的结果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再把重点回 1按右键 插入制定表单 2的话 由外 由外而内 这边的话 Caption 成绩系统 back color 改成绿色 然后利用什么 利用 这个 做这四个 这一个 小A小B 是做这四个 Command button 是做这一个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先把那个 表单部分 先 做出来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还会需要 让它可以 启动起来 并且输入资料 可以帮我填资料到Excel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要做的 当然你想说 为什么一定要用表单 来输入资料 其实 主要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希望 让使用者端填一些资料 叫做 常常会遇到很多的状况 比如说人家都乱填 像蛮多以前的那个 学生遇到类似状况 填 的资料乱七八糟 倒霉的就是他自己 因为他要去整理资料 那所以 他如果前端控管好 后面就不用再担心 有什么资料上的问题 也就是不用再花时间 去整理资料 这样子的话 就一劳用 在 在源头控管好 这个好处实在太多了 因为之前有同学 比如说像 局 有一个好像在公外局吧 他底下有 大概 快上千家的那个 经销商 然后 每次填资料填回来都 都玩 都非常的 问题一堆 所以他光整理那些资料 他就头 头非常大 后来还干脆用表单 哇 之后呢 再也不需要整理资料 也不用检查资料 为什么 因为源头都已经控管好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着把那个 表单部分先做出来 待会的话 细节部分我们再来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